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开箱 因为这副眼镜配出来真的是太好看了 所以我想在交给客户之前 一定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绝美的眼镜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副无框的眼镜 因为太纤细了 我一直没有办法对上脚 那我就用一本书挡在前面 这是我看的一本绿植的书 这是一副 一副有一点蝴蝶状的 这种无框的眼镜 然后我们做了沟槽的甜色 然后呢因为它很小 无框的关系 所以我推荐给了一位 脸很小的 长得很精致的一个女生 然后呢她又想到夏天了嘛 可能会进出室内外 所以她想尝试变色片 因为是红色的关系 所以我给她推荐了变咖啡的颜色 然后我刚才用那个 紫外线灯试了一下 她非常美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依然是零本的一个紫外线灯 那我们给她照一下 我们先给她照个十秒好了 五秒六 上面会有计时 你看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因为她完全没有边框 所以整个颜色 呈现在这个上面 如果在室外带 应该很美 是不是很漂亮 就整个镜片 都是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 她随着 因为这室内没有紫外线 我只是在窗边的关系 然后过一会儿呢 她又会变浅一点 如果说你到 你看现在她已经开始变浅一点 然后整个人戴在脸上 会有一种好像擦了眼影一样的感觉 然后她也泛一点那种紫色的光 非常美 我相信这位客户 会非常非常的满意 那无框的眼镜呢 制作的成本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她很考验师傅的手工 那我们这种眼镜呢 是不建议大家买完以后说 我自己去找一个地方配镜片的 那可能会出各种各样意外的状况 你看现在又更淡一点 如果说你可能跟朋友在窗边喝杯咖啡啊 或者什么的 她就是这个颜色 很美 今年也非常强烈的 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变色片 我有的客户已经上瘾了 已经一副接一副的配 好啦 今天就这样 这是一个简短的开箱 期待你们去体验一下 Limber无框 这个世界上最简约的无框的设计 只有四个孔 没有一颗螺丝 拜拜